各位网友大家好 又是来到我小厨房煮大餐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台湾的一种甜品 叫做鲜草冻 它吃下去跟凉粉有点像 但质感比凉粉更加烟硬 至于配搭鲜草冻的材料 你们可以因应自己的喜好而作出调整 希望大家能成为我拍片动力的来源 给个like 適合看的话记得订阅和分享给你的朋友 我们首先看看今天做鲜草冻的基本材料 鲜草粉100克 红豆70克 芋圆适量 芋头半个 大4分之1就足够 除了鲜草粉之外 其他材料可以自行配搭 可以加入羊耳米、番薯或红腰豆 都可以 红豆70克 我们事先洗净后 浸泡至少6个小时 浸泡期间记得把它放入冰箱 然后浸泡红豆的水倒入 把红豆冲洗干净 今天煮红豆我会用到电饭煲来煮 红豆我们放入电饭煲之后 再加入175毫升的水 或者是把水盖过红豆一寸的分量 然后我们就用煮饭的功能 来煮红豆 红豆煮好了之后 我们不要炆电饭煲 继续用它保温的功能 我们就加入40克的冰糖 将它焗1个小时 糖的份量 你们可以因应自己喜好的甜度 而作加减 所有的程序我们都顺序做 这里就是100克的鲜草粉 鲜草粉你们可以在烘焙店 或者是一些大型的超市 你们都可以买得到 你们就依照上面的包装 看看加多少水分 我今天用的鲜草粉 就是每100克的鲜草粉 就加入700克的热水 不用煮滚的 我们只是加热的滚水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把它彻底搅拌 记住哪个位都要搅拌得好 否则会凝固得不太好 搅拌完之后 我们就把它放凉 放凉了之后 其实你看到它的边边 都已经开始有少少凝固了 但它和白凉粉有点不同 白凉粉放在室温 都会完全凝固得到 但鲜草洞 一定要放在冰箱里 才可以完全凝固 盖上盖上盖 盖上盖 放在冰箱里 冷凉两个小时 再处理芋头的部分 我们选芋头 轻身 表面越多紫色的纹 它就越粉朗 我们处理芋头 最好戴上盖手套 以防敏感 首先把芋头刨皮 刨皮完的芋头 清洗一片 然后用厨房纸 把它印干净 这个步骤很重要 以前我买芋头 明明是很轻身 很多紫色纹 但为何做出来 都不够粉朗 后来 我知道这个原因 记住砧板 也不要有水分 抹干 然后把芋头切到大约1cm厚 芋头用蒸的方法 它会粉朗很多 但最重要 你蒸的器皿 一定要是梳洞 以前我用碟来蒸芋头 我发觉 表面的芋头 会比较粉朗 但底的芋头 因为有水分 蒸了出来 芋头就不太粉朗 后来我就知道 一定要用梳洞的器皿 来蒸芋头 它就特别粉朗 但记住芋头摆法 不要搭着 因为一搭着 它都会有水汽 没那么粉 没那么甜 好 我们就烧热一锅的热水 将它隔水来蒸 你们可以用蒸炉来蒸 都没所谓 我们盖上锅 将它用大火蒸18分钟 我们看已经烤了1小时的红豆 基本上已经是完全淋 你看到那些红豆还有水 不要紧的 因为稍后放凉了 那些水分都会被红豆吸收 这个时候可以试一下 红豆的甜度 是否你心目中想要的甜度 看 tasks 一看我们修完的芋头 用叉拌一拌 看熟味 换下去 准准粉的 充富吧 看完芋圆的做法 多少人都煮多少粒 我大概就是预 每人6粒的份量 记住户园煮熟后不要放进冰箱 因为一放进冰箱就会立刻硬 户园事先也不需要解冻 在冰箱里拿出来煮滚了水 我们就放进煲里面 用大火煮3分钟 其间煲锅不用盖紧 煮好后,预备一盘冰水在旁边 立刻把它放进冰水中,让它降温 煮出来的芋圆是特别强烈的 大概浸冰水3-4分钟后降温 就可以把它隔干水份 另一个碗倒入1汤匙砂糖 再把隔了水份的芋圆倒进去 加入糖是可以防止芋圆一凉了 它就会黏在一块 糖可以用砂糖或黑糖 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就做糖水的部分 水150毫升 再加入黑糖40克 如果没有黑糖,可以用片糖代替 都可以 加入后就用小火 把它煮滚 喜欢姜味的朋友 可以加多一块姜 都可以 冰了两个小时之后的鲜草 已经凝固了 因为那边已经是离了 要脱的模子 最好就是找块板 盖在上面 然后把它反转 就可以脱出来了 鲜草洞自己有脚的 走了一半出来 但你都看到它是多么乖蛋 我们用个孤寒刮 把它推上前面的板 然后就可以切成自己 大小喜爱的形状 一路切的时候 我觉得很疗愈 因为你看到它是多么烟硬 多么乖蛋 我记得以前小时吃的凉粉 的质感 都是有这个质感 但现在很多时候吃的凉粉 都是爽 不是我自己心目中想要的质感 这个就真是完美了 到最后组合 一定要有个冰底 我们就可以加上芋头 鲜草洞 煮好了的红豆 和这个芋圆 最后 就加上这个糖水 一匙就好了 否则就会太甜 再加上少许的cream 或者是花奶 那就已经完成了这个 鲜草洞了 我是小厨房 煮大餐 我们下集再见